哇 这个石头怎么了 这石头很像我们那个现在以前很贵的玛瑙 去看这石头上面都是 你看看 红 蓝红嘛 中国现在卖的很贵的 你看这些石头会不会是蓝红啊 你看 这都有 蓝红就很值钱了 就路边堆的石头 对 你看这边红一点 然后这个 我放点口水放一下 有点麻烙的感觉出来了 你看这边有没有其他 你看 这些 这边 这都是啊 这一道坡 你看这都是 但品质还不够 里面你看这山上提的都是 但如果好多的话就很贵了 中国都已经卖到天价了 这个蓝红嘛 蓝红嘛 以前四几块一颗 现在大概几万块钱一颗 那我们来到了这边 以前也是一个很好的 它是这个酒店 不光是那边 还是这一边的整体 这个地方就更隐秘一点 你看那个 从我们从这边走可能感觉会好一点 它这种石头叠上去的感觉特别舒服 那边这一套片 这个地方 拍到的非常合适 很近的 你看我们在那个酒庄也是这种堆砌的 一层层 有点 但是我去马丘比丘也是这种风格 马丘比丘的石头大 蘑菇眼 那这一块就很漂亮 这种树都这么大 这摆树吧 摆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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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长 拍婚纱可以来这里 啊 这个位置 场景跟感觉 让他们每天的园林修复这块 很大量的员工 我上次问过他们员工有多少个 总共二三十间房间 员工就五十几个 所以 所以那么贵啊 人家管员工就这么多 要付钱那么多 如果在国内的话 可能这个整个景观就不围起来 收钱 那我们这边没有收钱 嗯 也算不错了 要是国内被拿走了 这一圈都围起来 都不让进 你看我们要不走一下 感受一下 嗯 那我感觉还蛮不错的 嗯 过来经常看到那种一个游客 有两个 两个服务生陪着 那向前面应该就是陪着的 应该陪着嘛 然后他是引导 嗯 土豪生活就得这样 不然体验不出他 他逃啊 对 他们很多超级游轮开过来 原来是他之前住过 那个 那个007 那个不是取了意大利的 那个那个 他也在这里有 有常过来常住他们 啊 还有英国的一些黄市啊 欧洲的很多黄市都会 在夏天会 传开到这边 然后住一段时间 嗯 他这个品牌啊 那个都是那个身份在那里 嗯 所以比起迪拜那个 我觉得 比起那个七星一九变 还不如来这里 这边文化氛围更高 迪拜是呢 只是个新的建筑嘛 这边有人气 这个比几百年的历史 嗯 不一样 看个人感觉呗 有喜欢的有不喜欢 要不我们前面看一下那里 好 这边是可以洗车的地方 这要多少钱 我给了一太五 一欧元等于四分钟 那我们可以六分钟 把这个车 把这个车 现在开始计时了 我直接用水好了 嗯 现在要不要拿下来充一充 啊 现在要不要拿下来充一充 没有没有 里面不好吃 他已经计时了就是 嗯 主要是外观 稍等 嗯 烤光 面包挺好吃的 我们现在在 布德瓦 一个环境最好 位置最好的一个餐厅 然后呢我们点了 汤 鱼汤 披萨 这叫黑山市披萨 黑 他的名字就是 Montenaco披萨 黑山披萨 黑山披萨 所以尝一下 到当地嘛 然后我点了 大家都能接受的鱿鱼 他们这边鱿鱼装的挺好的 嗯 然后点了个鱼汤 鱼汤 嗯 挺好喝的 主要是外面的这个景观特别好 因为美食跟美景是一起享受的 他面包也做的不错 还是 嗯 晚上这里是很拌的酒吧 嗯 晚上过来可能氛围会热闹一点 人更多一点 今天因为天气 我看还问服务员呢 他说 这个完全是冬天天气 不是五月份的天气 所以呢 如果是到夏天的话 这外面全部都是人 那是个小酒吧 大型酒吧 嗯 不算小酒吧 所以这里的 上面的古城的灯光 加上这个氛围是非常好 嗯 康哥一话说 他说那个天气 在这次天气不正常吗 嗯 我说 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 我说 自从特朗普上任以后 整个全球的天气就没有正常过你 真的 晚年五月份没有这么冷 刚才服务员也说 这是我们冬天下雪之前的天气 嗯 只有10度 所以我们在外面有点冻 所以晚上他们两个房间里被子不够好再叫 就是一个毯子 哪有被子啊 在国内都不会用的毯子 不是他们夏天都只有一个毯子 民宿的话这样 除非酒店才会有那种设施 都只有一个毯子 而且空调都没有制暖的 前人制冷的 开了半天都不知道空调在哪里 我来太盐 他这个地方一年有260天是太盐了 嗯 日照市整个这块区是最丰富的 所以说 也没办法 这好天气给你上 他菜还好吃吧 你菜是吗 我说菜还行吗 菜还行 嗯 这汤挺好喝的 鱼汤好吃 他海鱼汤 海鱼汤 喝完了都吃完了就是好吃 嗯都吃光了这次 对 鱼汤最好的酒 他们酒庄有那个 两千三百多公斤的地 嗯 这个他们号称东东 国内卖一万亿人民币 哦 这个这个是什么 这边呢 这边买多少钱 这边不知道 我这边我 我都在酒店里 没喝过 在家里经常喝 嗯 这些都是塞尔尔尔的 我跟他说我们有旅行社 然后以后因为环境比较好 他过来订餐啊什么 嗯 嗯 我大概说一下就是问一下 他们生意怎么样 是这边以肉为主呢 还是这都有 他们主要是景观 比较漂亮 明天 真的 那么 是 是 你从生意 他见过我 因为我从中一过来的工作 他说 生意越来越好 中国人来的也越来越多 如何是这个东西的东西 喜欢你这种东西 如何是这个东西 喜欢你这种东西 当我们在中国的东西 喜欢你这种东西 那是什么东西 这样的东西 再说那是什么东西 这种东西 很多东西 太好了 这种东西 看着再说 看着你这种东西 还有一个东西 像是这样的东西 这种东西 他们这边如果外面到时候夏天的话是整个连台打开 然后是整个像酒吧餐厅一样会非常好 我说跟他说我们以后可能国人会来百万 他说他就吓到了我说肯定会来的 因为在百万的数字对他们来说很大 现在他也知道了中国人的重要性 因为随着我们国家不断的富裕 然后人民的老百姓的收入越来越高 也去看世界关键这个免签政策比较好 你看周边三个国家一串起来就可以玩了 对消费也不贵 这边就是一个海面的补充 我们今天没有我们稍微点了一下大概五十五元 人均我们四个人是多少钱 一百人民币不到一人一百块钱 也吃饱了 实在也可以这么好的位置 我现在国内可能这么好的位置 不大可能让你吃吃那么好 走了我们下一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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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